注意,以下是全球排名前十的最强驱逐舰,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舰艇数量居首,而美国仅有两款入榜,俄罗斯却一艘都未能上榜。 你认为055大型驱逐舰能否登顶呢? 第十位是052C型导弹驱逐舰,这是中华神盾导弹驱逐舰的先驱之作,也是世界上第一种采用四面有源相控阵雷达,防空导弹和舰载垂直发射系统的战舰。 被誉为中华神盾052C驱逐舰长155米,宽17米,满载排水量超过7000吨。 该舰采用了与052型驱逐舰相同的柴燃交替动力系统,最高航速可达30节,配备48个发射装置。 第九位是霍巴特级驱逐舰澳大利亚海军的节奏,舰长147.2米,宽18.6米,采用柴油机和燃气轮机联合动力装置,最高航速28节, 配备48单元垂直发射系统,相控阵雷达以及多种导弹和炮弹武器,具备优异的自卫和反潜能力,以及出色的续航能力和海上稳定性。 第八名是地平线级导弹驱逐舰,由法国和意大利合作建造。 舰长152.87米,宽20.3米,标准排水量5600吨,采用复合燃气涡轮或柴油机动力系统,最大航速达29节,配备48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第七位是爱荡级导弹驱逐舰,它是重型防空驱逐舰,与美国的阿利伯克2型相媲美。 舰体来源于金刚级,并扩大了规模。 动力系统采用了四台IOM-2500燃气轮机,最大航速可达30节,续航力为6000海里,装备有80个垂直发射装置。 第六名是052D型导弹驱逐舰,北约代号吕阳三级驱逐舰,全长159米,宽18.4米,排水量超过7500吨。 动力系统采用两台燃气轮机推进,配备了346V型有源相控阵雷达,和64单元垂直发射装置,能发射海洪旗9和英机18等导弹,具备强大的综合作战性能。 第五名是失踪大王级导弹驱逐舰,它是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改进型,采用了美洲斯盾系统的盾舰,全长165.9米,宽21.4米,满载排水量达10290吨。 动力系统采用燃气联合动力,最大航速可达30节,拥有多达128个导弹垂直发射装置。 第四名是磨叶级导弹驱逐舰,它是日本新世纪的顶尖制作,全长170米,宽21米,采用燃电燃联合推进系统,最大航速30节。 标准排水量8200吨,满载10800吨。 配备宙斯盾级相控阵雷达和96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舰导设计高耸,以提高宙斯盾系统的视野。 第三名是阿利伯克三型导弹驱逐舰,全长153.77米,宽20.4米。 装备了四台L1-2500燃气轮机,航速达31节,满载排水量为9558吨。 拥有96单元NK-41垂直发射系统,具备综合防空和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可追踪并拦截敌方弹道导弹。 然而,阿利伯克三型是美国海军为了弥补朱姆沃尔特失败而匆忙推出的补充方案, 在面对中国055型驱逐舰时,造成了一定的落后和尴尬局面。 第二名是055型导弹驱逐舰,北约代号为任海级驱逐舰,是中国首艘万吨级驱逐舰共建造了八艘。 采用了全燃联合动力系统,由四台国产GT-25000燃气轮机提供动力, 最高速度超过30节,续航距离达5000海里,约9300公里。 配备了11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可携带英机18反舰导弹。 应计21远程弹道导弹等,具备高超声速武器、激光武器和电磁炮等先进技术。 第一名是珠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被誉为未来科幻战舰的典范。 全长183米,宽24.6米。 采用综合电力系统,最大航速30节,排水量达14564吨。 装备了80单元的NK57垂直发射系统,单艘造价约46亿美元,具备出色的隐身性能。 尽管雷达反射面积仅相当于一艘百吨级渔船,但可惜的是部分技术尚未成熟。 因此,珠姆沃尔特级无论在防空还是反潜能力上都不及055驱逐舰。 因此,尽管我国的055驱逐舰在数据上排名第二, 但它被世界公认为能够为航母提供护航并能够独立作战的最强驱逐舰。 由于珠姆沃尔特的制造成本高昂,美国原计划采购32艘,但最终只采购了3艘,就宣布停产。 面对来自中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和打击能力的挑战, 美国海军经过多年的摸索后,再次提出了下一代驱逐舰DDGX的设计理念。 在2022年的美国水面舰艇协会全国研讨会上, 美国海军展示了下一代驱逐舰DDGX的初步概念设计草案,引起了人们的熟悉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